今天呢在台北市的宁夏夜市跟秦光商圈呢已经开始拥有悠游卡了 那么其实呢这个悠游卡的董事长戴继全还亲自的带队到宁夏夜市来体验悠游卡消费 好不过呢其实他上任之后薪水的部分就已经引发争议了 接下来还包括了这个证件其实先前的董事长连胜文不是早提出过了吗 难道是抄袭吗 再继全拿鹅仔煎来做比喻说 不刚才做出来的会不一样 走进夜市买小吃可以不用再手忙脚乱逃零钱逃老半天 北市腿悠游卡消费第一站是宁夏夜市 就不用在那边拿零钱了 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啊 像我们这一辈的我们就觉得说 好像说有我们就吃没有就算了 宁夏夜市和秦光商圈 四十家摊商鲜根剂为了增加右衣 悠游卡公司提供第一年免装经费 第二年拆收钱 但时间点拉回去年 有没有觉得这想法似曾相似 悠游卡小而支付的部分 所以才做这件事 这是我想做的东西 那会照顾很多参商朋友 原来这是去年选举 连胜文证件之一 有印象 他只能应该是夜市摊贩嘛 我们现在其实针对的是微型商家 娃娃煎大家都会煎嘛 但是师傅不同煎出来不一样 我交代代替权 应该怎么让悠游卡可以更普及 所以有时候夜市刷这个 也很好啊 没有什么不好啊 不怕被说抄袭 代替权说 不同人执行会有不一样成绩 但夜市悠游卡消费刚上路 成效还是未知数 悠游卡新董座首次出招 背负不能失败的压力 接下来我们并站起 特别报道